《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師讀博會 我是大家主持楊帝昌昌 今天有兩位拍檔和我一起參與 大家現在不是靈異節目 我們虛為而來 我們熟悉的一行 就會亂集地坐進我們直播室 因為天與關係車情有些影響 另外上一次來過小船和我們一起做今集的節目 今集風雲過後香港的時事 由七一之後 暫時就好像那段落 我們說一些比較宏觀的議題 其實之前跟一行談到今集的議題的時候 他很想講一個題目 因為近期一件事是引發的 就是話說一位民主黨的總幹事 陳家衛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之前是沒有的 就是做父子投票之前 大家都沒聽過他 他原本是上一屆黃埔區的區議員 就是被梁美芬打低了 所以其實歸根結底 這幾年的梁美芬之亂 都是由這個人兄輸了 他區議會直為梁美芬開始 他之後就做了民主黨的總幹事 但是在前幾天被報章拍到 就是在尖沙咀的香檳大廈出入 其實那棟香檳大廈也挺有名的 例如在Open Rice那裡吃番茄麵 我會介紹你 我都去吃一次 空吃嗎 OK的 它是蛋、番茄 它有番茄湯底 攪拌蛋、麵 其實是公仔麵 攪拌得挺好自己吃的 一碗麵三十多元 所以我都會去香檳大廈 但看來番茄麵那個位置 就是在香檳大廈的地籠 那位陳總幹事看來上去 上去那裡其實就是一流一的集中地 還有報紙其實就是東方和太陽拍到他 那我又很奇怪 因為整個過程其實就是 他就是沒有 他離開了 那些記者找不到他 但是他知道收到電話 知道記者在外面拍到 他要乖乖地在外面附近 就等記者來採訪他 所以你平時根據大家對東方和太陽這一期的認識 都是打政府而已 應該對民主黨的人 都不會這麼重手 就拿來做頭條 對不對 但是他做了頭條 他出入過這些煙花之地 他覺得為了黨帶來這個尷尬 所以就退黨和立即辭職 不過在我們正圈的傳聞 第一件事不是關心他有沒有去召妓 而是說民主黨真的很會兒戲 我們這些男人的浪漫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我們不管 那件事才是 嗯 第一件事都是在說 你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這麼快和別人切割 其實我要做一些利益申報 就是說這位陳家衛先生 和我有些淵源 某程度上都是我的恩人 因為他做了頭條 所以報紙又把他的背景又詳盡去介紹 他本身就是做中國勞工政策 就是在一些基督教資助的 或者基督教背景的勞工團體 那裡開始做的 所以他的背景也有神學、石師學位 所以就是 在我最近跟他接觸 經過他的面試或者他的手行之後 我也開始接觸一些 關於中國勞工政策的相關工作 所以某程度上他也是一個有緣分的恩人 而我經過雖然見到他一兩面 但是我感覺到他對這個 就是一個很終直的感覺 就是很終直的 或者是對一個很 就是你會看到他覺得他是基督徒 你會覺得是恰如其分的 不是看到曾蔭權、林水律、梁美斌 那些所謂的十九紀錄圖 所以他這次被記者認到的表現 我也覺得是證明了 我覺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一個人 為什麼呢? 就是他真的乖乖地站在附近的餐廳 等記者來訪問他會不會立即離開 其實立即離開 然後他們不認數的話 是可以你口同鼻呀回應而對的 通常你那些記者 尤其是我們的傳聞 其實為什麼那些女記者會夠膽 闖入一些煙化之地呢? 或者為什麼會這麼熟悉門口 可以拍到他呢? 原因就是可能 其實他本身不是港版的記者 其實應該是他做開一個南極圈的 或者本身是豐原版的記者 剛好就拍到一個人 這麼熟口面的呢? 所以他那個說法就是去探訪 在樓上那些一流一 這個說法我相信他 因為他本身就是做中國勞工出身 所以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一流一的主力 其實都是很少陀地 不是 政治不正確 很少本地的女性去做這些一流一的 其實主要都是內地商商情政 來到香港去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就從這個話題 一行就想講這個精緻與清流 清流就不是清流逐流的清流 而是贏得清流博幸榮 也都贏得 不是 我覺得這個題目 一定要找一位女性去講 順便講一下 其實除了政治和清流之外 也都宏觀地講一下 中國我們看到一些女性 我們經常常去想像的問題 以前我們叫鮑兒拉 現在就叫小三 現在的數字還可以加下去 其實小三的意思 她不是受到三拉 她是第三者 是第三個 當然也可以加下去 四五七八 也應該有很多都會加下去 我聽你剛才提到的問題 你一開始的說法 就是我想宏觀點看這件事 因為可能這一兩年都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我自己覺得很流行 是去媒體去報導一些政界人物 他們的私生活 包括今次這件事 還有之前的任良憲 還有陳考文 周晴 金賴慧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報導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其實我看到一個危險 就是這一堆事件 我看到的就是媒體 在這些事件上通常都是很快樂定論 我覺得很多時候沒有盡到媒體的責任 是首先一步一步去說一些 可能他們只看到的東西 然後才進一步更多資訊 然後才做一些分析 他們不是一來就下結論 例如任良憲那件事 我記得應該還在司法的階段 已經取消了檢控 已經取消了 直成 這就更加嚴重了 媒體暴露的問題就是 一開始這件事還在司法程序 很多資料都還未清楚的時候 報紙一出來就已經看到 什麼政界小淫蟲 那是恆少來了 嘩 清楚 你再接一支咪先來繼續說 嘩 這麼… 政治與青樓在宋祖英 嘩 馬上曬出來 傳媒的報導關於這些 政客的投資新聞的問題 嘩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媒體是未審先判 好 到現在取消了檢控 不會再說回來 但是牽涉的人 他的清白已經… 他的名聲已經破壞了 但是不會幫他收回 最初下定論的時候 是很… 沒有事實根據 可能是很主觀的 你多不喜歡那個政界人物 也好 這件事其實是未審的 未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罪 但是已經馬上用這些 什麼小淫蟲 大淫賊 如果你真的判了 他真的有罪 那沒得說 你喜歡怎樣去評論他 都可以 用什麼詞語去評論他都可以 但是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他很多事情都未知道 未審先判 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在香港一個這麼重視 司法制度的公平公正 這麼重視理性討論的地方 但是媒體是這樣去做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同樣今次這件事 首先我覺得要分開幾層去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第二就是 他去香檳那些事 對 他去吃蕃茄麵 放淡 只是去買春 對 到底有多少真憑實據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做這件事是不是犯法 因為其實如果根據香港的法例來說 其實 光顧一來一縫就不是犯法 對 理論上就不是犯法 可能其他 有其他可能 譬如那些 香港主要檢控 檢控一點 所謂的賣淫 其實主要是三方面的法例 我們專門做節目 準備了 第一就是在公眾地方 教唆 或者促使人家進行不道德行為 即是在公園 應該聊些阿伯 來一來 那些就會有問題 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促使 或者控制人家成為妓女 或者以妓女的收入為生 第三種就是經營 即是非凡場所 很簡單 為何香港有一個一流一呢 就是當你有某個單位 某個地區 某個地區 某個大廈 某個大廈 三年一號房 只有一個經營者 這樣就不當你犯法 如果同一個單位裏面 有超過一個經營者 他就會 法例的精神 有理由相信 後面就會有人操控這些人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其實坦白說 這些法例 又是自己欺負人的 基本上 我知道我去過 地獄都會光顧過 不用在這裏 不用在這裏 基本上 那些人 你那些老闆在這裏租 那他便間開幾間房 你可以選 即是香港最擅長的 你有板間房 你去到你 原本那個單位 可能是301 但你間開三四個 那你卻是301A 301B 301C 其實這些問題 當時我做立法會的時候 有很多 所謂的性工作者 來求助 原因就是 主要不是說 第一 我們要自行 幫性工作者關注的組織 都說 要幫一些 我們叫做傘子 做平安住 原因就是 因為 都是介乎於 合法和非法之間 所以你的自關是很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 就是 客人要求玩XM 綁住你的時候 然後綁住你 然後就開始搶東西 或者往他旁邊打招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他欺壓的來源 反而就是因為 這些警察 就是說 因為他要檢控你 就要說你不是一六一 所以說 你叫一個姊妹過來 我們起雙飛 這樣 那個單位給了兩個人 就變成一個經營的單位 就變成了 但是那些取證 或者那些警員 那些姐姐仔 就指控說 警員有吃爆黃餐 然後又強行 冤枉他們犯法 去拘捕 就是釣完執法 當然 這兩個劇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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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那個政治人物有沒有去過做那些事情 就說 是不是有什麼未審先判的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不是香港都有 剛剛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那個 卡印 就是一樣道理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以這些所謂的 有些屠色的事件 就去打 坦白的 你問我卡印的答案 我相信 喂 在一個VIP房 一個女服務員 那個女服務員員在VIP房 服務一個貴賓 是理所當然的事 怎麼會在這裏強姦 我真的想來想 怎麼可能強姦 這個人這麼有錢 把他都說是來服務他 你應該服務他 你服務員 你服務員 但問題 全世界都是會拿一些東西 但這個是什麼人 這個人 第一 他是這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領 第二 他是一個法國總統 有機會去問頂寶座的人物 相對上 全世界 投資策文靜客都有 但問題 不同國家的尺度都不同 好像法國 甚至意大利 最開放的意大利 當時我們叫任良獻手 就是意大利選舉 尺度不同 第二 其實香港是特別保守 你看看我們中國人的社會 喂 大哥 以前這個東西 是很開放的 近來我們看見黨陳偉業 Angela Baby 還有蔡鵬鵬 以前是周凱美 不是周凱美 不是周凱美 做那個角色 不算找找找 我們當年 這麼老 人家很年輕 看了十八歲 周凱美 還有誰 劉松仁 大哥 蔡鵬死了 那年才三十幾歲 但我那時候 還60歲 還可以做蔡鵬 我們看回中國 如果再推遠一點 其實我們的文人 都是有一些清流的處理 最近我看這個 又在追究這個 金之玉業 大家有沒有看 孫大人 林寶怡做的角色 他還住在技棧 他不回家 他跟爸爸吵架 他爸爸只顧著工作 不管媽媽 死了 都顧著醫治 那些三公六園 貴人 林寶怡生氣 他就住在技棧 那沒事的 是嗎 我覺得 討論 應該有次序 首先 如果你一開始討論 可能政治人物 他們去光顧一些 性工作者 是否道德 你一開始 已經去到這個點 去討論 什麼都不用說 有人衝出來 我完全不接受 我們已經可以回家 回中學上 得育課 沒有必要 但我覺得 首先 你做一個媒體 可能道德的尺度 有多闊多窄 可能人人都不同 但起碼有些底線 我覺得一定要守 你一定要搞清楚事實 然後你才做判斷 而且那個人 如果他做的事 不是犯法的時候 他起碼最基本的底線 沒有破壞到的時候 我覺得 就不應該 媒體用這樣的方法 來講到 他們那個鋪陳的方法 是講到 涉事的人 好像已經犯了法 然後我們再推去下一步 講這件事 我們做政界人物 我們可以接受到 他多少 可能私人生活上 他有幾踩界 或者那個道德尺度 去到哪裏 我覺得 這件事對媒體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期望 我看見全世界 就是《小報》 英國 《小報》 《小報》 永遠都拿一些 用在淘積最吸引的人 眼球的新聞 就把頭靶放在大閉上 能播出淘積的時 他當然不會用一份很嚴謹的 新聞的論迷 所以其實 我倒過來 反而 到底傳媒怎樣去處理 我反而覺得 我只有一口搭 反而小成說第二個問題 其實到了社會大眾 如何去看這件事 因為 譬如簡單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些是愚蠢的事 你又說 其實對當事人不會有什麼傷害 你就在那裡說 反正我可以 罵你傳媒 怎麼亂說這些愚蠢的事 所以我覺得 整個社會大眾如何去看這件事 其實我是有一套原則 是想跟大家說的 其實我們有兩節 第一件事是小成文的問題 其實我想說這個問題 你說是找找成功作者 或者是否去清流 這根本是跟道德完全沒有關係 這純粹是個人品味和個人興趣的事 完全不同 跟道德沒有關係 例如你喜歡吃臭豆腐 你喜歡吃榴槤 你喜歡做那件事 我明白 有些是別人不喜歡的 例如你去江江江作者 有些人會覺得不喜歡 這是同一個道理 你無故在街上拿榴槤出來吃 很多人都會不喜歡 會把鼻子捲起來 所以說 這個世界有些人會喜歡用一個私人空間 不會告訴你他做的 例如有一個人喜歡去江江江江作者 他明知有些人不喜歡這個行為 他不需要打牛打牛 我去江江江作者 但為何 很多時候一說這些新聞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當事人會有逃避的眼光 即逃避的態度 不想說 不想提 或者當年哈林頓和劉永司機 在辦公室裏面 有一些性關係 辦公便春公 他都會用一種隱瞞的態度 其實很多時候一說這些事情 那個問題應該 說到最後不是那件事本身有沒有問題 而是你說謊 你沒有誠信 很多時候你發育多人 現在人們指控那個人 你騙老婆 但我覺得 這件事也不是那件事本身有沒有問題 而是你逼出來 有些人不喜歡 我只不然會私下做 你私下做 你又要逼我 你又逼我和你講 那我不喜歡 最近美國政圈有一宗 又是桃式新聞事件 就是有一個眾議員 他私下拍了一些照片 但是在那裏傳給別人 在那裏溝慮 但是問題是 不知道發了給記者 所以他沒有特意到處說 但是問題是 他私下拍了那些照片 但是構成了一個 就是連美國 我們都叫做開放少少的政治環境 其實美國不開放 一些都不開放 美國很保守 相對上香港來說 香港來說 其實其實是 有些病態 你一定要罵人 但罵人之後 你自己就不斷 私下 因為壓抑這麼大 一邊看一邊說 一邊罵一邊看真情 其實一行碰到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媒體 我們遇到有些小報 是這樣寫的 但問題是我們 可能老師家長 或者社會 如何解讀這些信息 其實我覺得 這個部分 反而出現了問題 正如你剛才所說 我們其實漸漸 我覺得特別是教育界 我們很多時候分不到 我們是私人和社會的界限 我們已經模糊了 正如我覺得有些情況 我覺得很奇怪 根本是十六歲了 結婚十八歲才做得到 行片整件事 大家就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下一節回來 是的 回來第二節的國事同學會 還有阿昌 小船和一行 在講政治與清流的問題 其實 嘉賞我們特別嘉賓 國母送你早映 因為剛才江澤民 先有 未知 未知 要開會決定 原本想說一下 待會再說一下內地的狀況 但突然我醒了一件事 我記得我之前寫了一篇文 去投稿 但沒有等到 就是十一國慶 十一國慶 我覺得民建聯 我們經常在說愛國 或者愛教的時候 其實你愛國代表什麼呢 你慶祝國慶 其實不是說我們自己那天走出來 走去巡遊 或者去吃海鮮大餐 這樣就慶祝了 即是有個內涵 內涵就一定要有些具體行動 去投射回外國的對象 才可以實踐到什麼叫愛國 外國對象 當然就是內地的同胞 希望你一定要對內地的朋友 傳達到感受和關懷 你才能做到愛國 即是既然民建聯作為香港 即是愛國愛港的政黨 甚至現在做特首都要愛國愛港 對不對 你在香港其實很多外奴 當中包括很多內地的同胞 就是這個項目 就是說他們其實就是 他們現在來到香港想賺錢 同時間可能又受到一些欺壓 這樣的時候 你應該會更加跟他們 所以如果真的要慶祝國慶 去挑戴愛國的情懷 和民建聯 應該第一個新鮮事出來 國慶那天 號召所有黨員 光鼓 走去光鼓 全香港的一流一 其實不止一流一 如果大家不知道 是香港很有名的網頁 叫141.com 那裏是全港希望 將所謂的色情資訊 除了光鼓一流一之外 很多叫做酒店餘藥 的女生 是有做性服務的 其實那些 大家走過尖東 甚至是佐敦的酒店 其實很多是 一些不知道是否合法 還是非法的 某些社會的組織 某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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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包了整層 那些酒店房 因為通常他們 拿雙程證下來 雙程證 十四天的時間 他們全都住在那間酒店房 即是你意思是 那間酒店房 應該走向他們 我覺得 剛才有個論點 可能未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剛才說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正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很多這些事情 無論是光顧性工作者也好 或者他可能維持一個多個性伴侶的關係也好 或者他用怎樣的形式 跟性戀友相性戀友也好 其實這些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個人選擇 既然我們的法例沒有說 這一堆事情在某些情況下不是犯法的 這些既然是一個私人選擇 理論上我覺得 就算他是公眾人物也好 其實他沒有必要去跟其他人交代 例如近年我經常見到很多娛樂界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分手也好 離婚也好 結婚也好 開記者消代會 要發聲明 我不想知道 因為你跟公眾無關 如果你說你演唱會 你跨大入場人數 你唱片跨大銷量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你要開記者招待會解釋 但是你私下跟什麼人交往 為何要開記者招待會 都算了 還要發聲明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回到學校 通識課竟然要討論這些話題 為何要討論價值 要討論風知分辨 為何要討論這件事 為何要討論議員的分外情 我覺得這件事 跟公眾利益無關 然後家長就說 一開電台的封煙節目 家長打上去就說 教壞小孩 教壞我的小孩 我就想如果一個風馬牛不相及 無雷工那麼遠的人的一個個人選擇 都可以令到你的子女學壞的話 你應該檢討一下你的家庭教育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有時覺得 香港經常標榜自己是一個理性的社會 但是突然間去到這些個人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間變得很不理性 我們就突然間很不理性地追求一個 無論在公在私 從頭到腳 無論由他出生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非常之乾淨 非常之符合自己理想的一個典範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看到我們還是在這方面很不成熟 首先我想補充點先 用法律去畫一條界 到底那個人有沒有做錯呢 其實都未必對 因為很多時候的法律是追不上時代 很多時候的法律都是錯的 例如香港的強姦是一定要 十四歲到十六歲到那裡強姦 小過十四歲的人如果犯了強姦罪 好像之前有個案底 整個幾千條非禮罪 第一是非禮的臉 第二是非禮的胸 第二是非禮的胸 今次的風之戀 其中有一個引化 又是陳冠希 但如果你想想那幾年 陳冠希、阿嬌 其實那些人 到了那幾年之後 其實社會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基本上 大家覺得集體偷 有一件事 為何 我從來都不需要標榜 什麼理性社會的人 就是這樣 即是 為何阿嬌 和他們那些驗照 集體偷龜的心態 一起偷窺 但你過了幾年之後 其實沒有人會再說這件事 你拿出來說 反而覺得是歐 你又拿出來說 是不是 但這樣 我想 面對這個政治人 我想有些事情 比如說 我覺得 我個人的原則就是 如果那個人 真的在說一些公共政策的問題 或者政見 你可以攻擊他 你覺得 孫雲昏 他在說這個 替補機債 當然我覺得他的說話 沒有什麼問題 但很多人又走 不知為何會這麼憤怒 但譬如說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 你真的在說政見 你 有政見 一定不同的人 一定會互相攻擊 互相指控 但我問他 有些私人的事情 有什麼可以說 當時 有時候說 你說馬祖莉 那些 什麼ABCD小姐 當然會搞 我覺得他有沒有說 他出去追女孩子 什麼 他喜歡做發槍手 沒有所謂 但坦白說 有件事 人一定會 查月飯後拿來 去取笑 這個我又覺得 沒有大問題 公眾人物一定有 面對某些事情 有某些事情 用來取笑 你作為一種手段 去攻擊一個人 令到 希望毀過聲譽 希望毀過人的事業 那些行為 我覺得最不道德的行為 這個世界最不道德的行為 莫過於你用道德的名義 去審判一個人 對 所以我現在覺得 香港的立法會 是最拿渣的 因為其實你金賴衛 那時候 連建制派某些人 例如謝偉俊也好 走出來反對 根本整件事 你動用一個 權利及特權法來查 根本就是白癡 但是近期 出現一件事 就是石禮謙 他沒有根據立法會的指引 在討論高鐵的問題上 那時候申報自己 是有份做地鐵的董事 反而他就放下了這個動議 因為這件事更加值得 這只是公眾事件 香港對於政治的倫理 或者道德水平的要求 其實是很白癡的 其實是有一條界 是畫到粗 很容易畫的 是不是 那是否你純粹個人的行為 那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 其實很容易畫的 而且他和他的專業 有沒有利益衝突 譬如 你說老師 譬如你找一個老師 他的私德的問題 是真的對他的專業有影響 我覺得老師 就算他的私生活 他都要檢驗一點 沒有辦法 因為和他的專業有關 但是你說政治人物 除非他說他做一些 和公民教育有關的政策有關 可能還能說過他 但是有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明明那個人做的事 其實是 他的工作是公平的 有什麼問題 因為一個公民 你就是有權去做不同的事情 你有權去公共識公共識 你有權去榴槤 你有權去吃荔枝龍眼 有什麼問題 很簡單的事情 有時候大家不讀歷史 看電視劇也好 我又引過例子 當時Ethan博文首相 和中國大清國打減暴戰爭 Ethan博文首相 說你打仗很多事情搞 很辛苦 然後他又去青樓 找一個美女 女子就是一個政治家 威責最好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會想 這個人有什麼私德 什麼問題 我想知道大家要想 這些是一個很普通 十分之普通不過 很正常不過的事情 那些市民 你覺得 說一下江澤民和訴訟 例如 有某些嚴慮 我又可以 大家會說一下 但你不要用這件事去攻擊他 除非你牽涉到 承信的問題 例如任良謙 不是針對過 因為那時候 其實有個討論的焦點 就是他出問題 大家需要關心的原因 就是他藉著要宣傳 自己所屬的政黨活動的時候 叫一些女生出來 但如果出來 就不是做了因這件事 這就牽涉到本身承信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不關 那個徒息問題的事 其實大家想想一下 你一邊轉過來 很多時候 因為那些是汁 所以多人關心 但其實 我又不覺得 那些人完全不理性 因為說到尾 那個問題 都不是那件汁 事件本身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 是他有沒有假公制私 這件事才是 問題的核心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那些市民 你說他們不懂得分 其實也是分得分 只不過人類都喜歡看這些汁 很正常 回應你剛才說 伊藤博文的個案 我們又去了一步 最後再說 所謂的道德界線 在哪裏 我不知道在哪裏 聽過一個說法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一個地方 或者文化 他的性觀念 越趋保守 其實就反映著文化 其實是一直在衰落 挺有趣的一個說法 那理由在哪裏 就是當那個性觀念 越來越保守的時候 我們就越容易 用這件事 作為一種工具 去打壓異己 那打壓異己之後 其實那個結果就是 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單元的時候 越來越封閉 那麼文化就開始衰落 你怕教中世紀 你說地球是圓的 我都可以宣判你是異端 我都可以燒死你的 其實同一個道理 而且永遠 那個所謂保守 不是因為 其實人個個都喜歡 男女都喜歡一個蜥肉 這是人的基本的需要 只不過是說 你說的 有些人拿這種工具去打壓人 你說 那些什麼 當時 那些宗教法庭 中世紀 你猜那些教皇 那些人不任黨 最任黨就是那些人 然後他看到你 他可以拘捕你 誰最任黨 我最任 有一個 我要說 五分鐘 其實有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說 嗯 大家千萬不要 一講到屠色事件 又拿到道德來講 我要講什麼叫妓女 妓女的那個 前身 最追溯遠古 在武器社會的時候 就是一些妙竹 那些女妙竹 那些女妙竹 他透過跟一些來膜拜的男士去聖教 然後 就達至某種的境界 當你達至某種的境界 你就可以跟神去溝通 這個就是 達文西文馬的情字 哈哈 這個就是 就算我看那些 中國的講妓女的書 都是這樣說的 對 然後 到你附加社會之後 你那個政治家底的角色 你就是做這個祭神 是不是 其實 政治和這個所謂的妓女 其實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根本就是天作之俠 對 根本就是人類和神的溝通的橋樑 哇 竟然變成這樣 如果大家看看 這個女窩像 如果大家上Google 搜尋女窩像 那你會見到 有一張圖 就是 女窩和他哥哥福希 就有兩條蛇 兩條蛇 捲來捲去 中間就會牽在一起 就是那個封封封 就是他們兩條 nhau 兩個交合的圖畫 這是我剛才都說的 就是 所謂的妓女 或者所謂的政治家 到最後的期盡 他們其實是交合 你兩把人 竟然是這樣 你兩把人應該是交合 他才是一個自然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很正常 人類之所以誕生 就是因為交合 然後你要接近上帝的創造蠻蠻 不管上帝未必是特朗教 任何一個上帝都會創造 衍生蠻蠻蠻的超越我們人 所以按照小傳的說法 其實是否代表香港的絕望 但希望在我們中國內地的大陸入祖國裏面 因為我們大家看到內地的官場 我也不明白大公報 你今天在說民主黨變成賣淫黨 泛有泛淫界 大公報為何這麼了解國情 不報道市長的依賴的彭榜 被人相規的市長或內地的官員 有時候我們知道他們的數目 或者我的想法就是 至少你說條線怎樣畫可以討論 因為道德條線是按著社會的情況變化 譬如在某些柔木民族 他父親過身 可能是弟弟取回自己的侯母也不頂 按著他社會的情況需要去做安排 但起碼一件事就是我們要面對現實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要我們一邊又說淫 另一邊又說好 我們就是精神分裂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其實我們的標準是哪 基本上你一些清流或色情場所 你這麼多門 全世界都是客觀存在 全世界歷史上沒有看到 讀三個東西 就是事業是 另一個東西大家看看吧 我們國民的宋長 喂人家 自從和江主席當時 還有一個家庭 搭上了之後 喂人家多厲害 富要直相 這個不清楚 他跟公團可以升上上將 是 燒將上將 我忘記了 喂大佬起碼 宋長走出來 有頭有面 大哥 每個人都敬他幾分 是不是 喂 這個是真是一時佳話來的 我覺得真是挺好的 大家很想滿足而已 歷史上那些歌姬 亦都是配搭那些領袖的 當時 秦始皇媽媽趙姬 是吧 又是被女軍買了之後 送了給她之前那個 不知是哪一個二人 不知是哪一個 忘記了 接著就明白了 喂大佬 所以別人也是一屆歌姬 之後又是做了太后 是吧 所以真是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忌 還有忌這個東西 是一個 不要這麼快想到 當然他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性服務 但是忌是一個 藝人 藝能人 即是他有很高的才華 日本有藝忌 當然一定是包括性服務 無論大家看看藝忌回憶錄 或者看看韓國 黃真衣 那裏都是會包括性服務的 但是他們是一種 他都是一種滿足人類那種 最古老的一種 譬如說 你看到一個美女跳舞 你會覺得很開心 同時你提升了你的精神境界 是吧 永遠都是他們跟政治家 是一個最佳的配搭 希望我們要在哈利波特開十集都說 希望下一集 還有女士上來陪他們說 好 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國師同學會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